第32题 台湾曾经靠电镀的工业使得经济起飞 但也付出了污染环境的代价 下列何者是电镀工业所造成的污染事件 带奥兴是一些烦烧 比如说肥烧、废电缆之类所造成的污染 那么乌角病是使用了含深的地下水所造成的问题 温室效应是跟二氧化碳有关 而绿母粒是电镀业所排放的废水中含有铜离子 母粒吸收了铜离子之后呢 那它变成绿色 所以第32题 我们说何者是电镀工业所造成的污染事件 我们答案选的是B 绿母粒